交通部为持续与观光业界互动对话 因应疫情后国际观光区市 一起迎接国际观光浪潮 于112年6月6日 驾台北福华大饭店办理第四场次 2023观光业界座谈会北部场 由交通部长王国财率领交通部观光局 及其所属东北角 即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 并邀请北部地区观光旅游相关之 各级机关代表及北部地区在地时 宿、邮、购、行等各观光产业工协会代表 与产业伙伴 其具议堂共同研商讨论 以后国际观光区市等相关议题